大家好,这里是穷奢吉语,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马云,中国著名企业家,农村出生,是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之一 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富,他在这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些什么?经历了多少的失败? 下面我们来看看马云创业故事,他是如何成为中国首富的 1964年9月10号,马云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2岁时,马云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 从此每天听英文广播,对英语开始感到兴趣 13岁起,马云因为打架记过太多,曾被迫转学到杭州八中 之后马云参加中考,考了两年才考上一所极其普通的高中,其中一次数学只得了31分 1982年,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首次落榜,数学只得一分 马云充满挫败感,之后他跟表弟到一家酒店应聘服务生 结果表弟被录用,自己惨招拒绝 老板给出的理由是,马云又瘦又矮,长相不好 后来马云做过秘书,搬运工人 马云高考落榜,父亲马来发见他一致消沉,让他登三轮给杂志社送书 1983年,马云第二次参加高考,再次落榜,数学提高到了19分 马云的父母劝他死了上大学的心,好好学们手艺 之后马云又开始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于杭州的大街小巷 1984年,马云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第三次参加高考 这次数学考了89分,但总分离本科线还差5分 由于英语专业招生指标未满,部分英语优异者获得升本机会 马云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深入外语本科专业 进入大学后,马云变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凭借出色的英语,稳作外语系前5名 之后马云当选学生会主席,后来还担任了两届杭州市学联主席 1988年,马云从杭州师范学院外国语系英语专业毕业 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任英语及国际贸易讲师 之后马云成为杭州市优秀青年教师 发起西湖边上第一个英语角 开始在杭州翻译界有名气 1992年,马云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杭州最早的专业翻译社 海博翻译社 客与四处活动皆翻译业务 当时经营特别困难,经常入不敷出 一个月的营业额是200多块人民币 可光是房租就要700块 第一年实在不行了 马云就背着口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 卖礼品,包鲜花 用这些钱养了翻译社三年才开始收支平衡 马云后来说 我一直的理念就是真正想赚钱的人必须把钱看清 如果你的脑子里老是钱的话,一定不可能赚钱的 1995年,杭州英语最棒的31岁马云受浙江省交通厅委托到美国吹讨一笔债务 结果是钱没要到一分 却发现了一个宝库 在西雅图,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马云第一次上了互联网 刚刚学会上网的他,竟然就想到了为他的翻译社做网上广告 上午10点,他把广告发送上网 中午12点前,他就收到了6个email,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 说这是他们看到有关中国的第一个网页 马云当时就意识到互联网是一座金矿 开始设想回国建立一个公司,专门做互联网 马云蒙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把国内的企业资料收集起来 放到网上,宣全世界发布 他立即决定和西雅图的朋友合作 一个全球首创的B2B电子商务模式 就这样开始有了创意,并起名中国黄野 回国当晚,马云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 给他们介绍,结果23人反对 只有一个人说可以试试,马云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干,哪怕24人都反对 他也要干,其实最大的决心 并不是我对互联网有多大的信心 而是我觉得做一件事,精力就是成功 你去闯一闯,不行你还可以掉头 但是如果你不做,就像你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远路,一样的道理 马云提起当初,赞想的是自己的勇气 而不是眼光 1995年4月,31岁的马云投入7000元 又联合妹妹,美夫,父母等亲戚 凑了2万块,创建了海博网络 海博网络从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产品就是中国黄野 1996年,32岁的马云艰难地推广自己的中国黄野 在很多没有互联网的城市 马云一律被称为骗子 但马云仍然像疯子一样,不屈不挠 他天天都这样提醒自己 互联网是影响人类未来生活30年的3000米长跑 你必须跑得像兔子一样快 又要像乌龟一样耐跑 然后出门跟人砍互联网,说服客户 业务就这样艰难地开展了起来 1996年,营业额不可思议地做到了700万 也就是这一年,互联网渐渐普及了 1996年3月,因为杭州电讯实力悬殊的竞争 最后,马云不得已和杭州电讯合作 马云的中国黄野资产,遮成60万人民币 占30%股份 杭州电讯投入140万人民币,占70%股份 后,因经营观念不同 马云和杭州电讯分道扬镳 放弃了自己的中国黄野 并将自己拥有的21%中国黄野股份 全数送给了一起创业的员工 这年是1997年 是马云创业生涯第一次的失败 这年,马云33岁 1997年,马云离开中国黄野后 受外经贸部邀请 加盟外经贸部新成立的公司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由马云组建、管理 马云占30%股份 参与开发了外经贸部的官方站点 以及后来的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 1999年,35岁的马云受够了在政府企业做事 条条框框的束缚 科办与畏首畏尾 不甘于受制于人的马云推迟了新浪和亚府的邀请 决心南归杭州创业 团队成员全部放弃其他机会 决心跟随 1999年,他突然蹦出一个想法 亚洲要有自己的模式 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 欧洲的电子商务市场 特别是B2B模式 是针对大企业的 亚洲电子商务市场主要是在中小型企业 这两种市场不可能用一样的模式 马云决定创办一种中国没有 美国也找不到的模式 同年,他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 决定回到杭州 创办一家能为全世界中小企业服务的 电子商务站点 马云和最初的创业团队 开始谋获一次轰轰烈烈的创业 在杭州湖畔家园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18位创业伙伴 大家决定不向亲戚朋友借钱 集资了50万元 据点就在马云位于杭州湖畔花园的 100多平米的家里 1999年3月 阿里巴巴正式推出 之后的故事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创办淘宝网 创办支付宝 收购雅虎中国 创办阿里软件 一直到2017年的阿里巴巴 既在纽交所挂牌上市 同年7月 福布斯发布的全球富豪财富排名中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以354亿美元的个人赠资产 为列18成为最富有的华人富豪 而到了2019年9月 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的一天 如投身工艺的李嘉诚 变身探险家的王十一班 乡村教师代言人 马云也终于交出了借力棒 要继续当回马老师 不过马云一直在强调 不当董事长 并不等于不创业 也不等于退休 我不会停止下来 我觉得阿里巴巴 他只是我梦想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我今天还很年轻 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折腾 还有很多事想要做 很多人都想投资创业 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同样不创业的理由 我没有钱 我要是有钱的话 怎么怎么样 似乎只要有钱 他就一定能够创业成功 可是马云创业故事告诉我们 没钱同样可以创业 同样可以创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好了 这一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